当地时间19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凌晨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 公开向民主党提出建议 为童年敌美者暂缓遣返计划中的童年非法入境者提供保护 以换取自己要求的57亿美元的边境墙修建资金 然而这一提议很快遭到了民主党方面的拒绝 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出他将向国会递交一份提议 内容包括对70万名童年敌美者 及2007年以前进入美国的16岁以下非法移民提供保障 为30万名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 延长三年临时保护期限 有两个项目以为我的计划 第一是三岁的政策保护 为700,000的DACA参与党 带来的父母在年轻的年龄前 这一提议会给他们资议 联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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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他同时强调57亿美元的建墙资金 是任何令政府重新开门的预算案 必须包含的前提条件 特朗普认为他的这一提议包含了让步与妥协 然而这一提议还是遭到了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以及其他民主党议员的拒绝 佩洛西当天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的提议令人无法接受 他认为这一提议无法在国会两院获得足够多的投票 特朗普要求国会拨款50多亿美元 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 遭到了民主党强烈反对 包含筑墙费用在内的拨款法案 因而无法通过 联邦政府四分之一机构 从去年12月22号起关门殃及80万雇员 当地时间20号 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30天 继续刷新美历史最长政府平摆记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